我演讲的题目是工业物联网时讯教室 西门子的工业物联网平台于2016年推出 在推出的汉诺威展上面呢 就有很多的IT公司跟咨询公司追捧 因为西门子有庞大的自动化的业务群 并且呢也有非常多的PRM软件的装机 那么Mindsfail呢 它是作为企业的一朵云 那这一朵云的话呢 它可以覆盖到全生命周期 离散业流程业都能够覆盖 在2018年呢 西门子在默克尔的见证下 在德国与阿里巴巴签署了国内Mindsfail落地的协议 2019年正式商用 所以Mindsfail呢就可以在中国区为中国的企业呢提供服务 那如何针对Mindsfail的应用去教学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数据采集系统 它又不是单纯的软件开发系统 如何跟我们的工业应用场景结合起来 这是我们设计这一套实讯史的这个教材啊 这个方案的时候主要考虑的 西门子的物联网方案呢 Mindsfail它的这个生态系统已经出具规模 从边缘设备及边缘设备的管理 我们的生态系统合作伙伴跟第三方的开发团队 开发的企业 以及我们后面收购的Mindsfail都是有助于打造Mindsfail的深度应用 我们的这个实讯教室的第一步就是让学生认知 接入设备 那这个接入设备呢 有一些开箱的说明书 还有实际的安装的场景如何去安装 等于要从头交起 但事实上呢 这个边缘设备在我来看呢 就相当于是一个软路由或者是旁路由 当然这样解释未必恰当 它大概的一个连接方式就差不多 有这个局域网以及广域网的这个接入 实讯场景的分解呢 那第一步当然离不开把设备连进来 这是物理层的接入 第二步呢 是Mindsfail的接入 就你把限量好了 在Mindsfail这个云端能不能找到它 再一个呢 就是从设备里把数据读出来 读出来到底用什么规则 以及开发一些微服务就要用到Minds 还有就是故障预测 那么故障预测呢 我希望是从这个数字孪生的维度做比较深入的一些延伸 比方说这个性能的孪生 它的仿真分析的性能仿真的一些结果和现场的实测 比方说噪声啊 比方说过热啊 跟它的这个性能分析 有一个关联关系 第一个场景 边缘设备的连接 那么在这个连接里面呢 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小装置 来模拟一个工厂的温度跟压力 那用这个球呢 就可以改变温度和这个压力值 这是我们的这个控制系统 PLC 那它连进来呢 就是说把这个 把这个设备连到这个现场 连到现场以后呢 把它卡在我们的这个工业的这个这个槽子 卡槽 然后插上电 上电 然后插上网线 就完成了连接 那再从manus file去识别它 manus file识别它呢 那这时候呢 要找到它的唯一识别码 做这个身份的识别 做身份的校验 确认上线 然后打入一些控制参数 就可以把它连通 就好比是 连了一台路由器 那样的一个 那个 类比吧 就相当于就是 把它指定的一个设备通过它这样的一个网关 给它连到了manus file 这样就做了一个连接 连接完了之后呢 要把这个数据读出来 按照某一个样的格式去显示 当然了这个数据读出来呢 因为到底读什么 你的采样 采样周期是什么 这个都要定义 定义好了之后呢 就会读出来 它就产生了实时的曲线 过了几秒钟的延时之后 它就会把这个边缘设备的信息抓出来 那这数据采集有什么规则呢 那我们要定义一个规则 比方说多少大于多少度啊 或者这个温度的这个值啊 有了这个曲线之后呢 要用一个规则去做一个过滤 我们否则就没有办法做一个报警啊 相当于我们订阅了一条信息 那这条信息什么时候会提示我 相当于订阅一个邮件 那么样的一个简单 我再设定一下就行了 那Mandex的敏捷开发 在这里面呢 我们这位培训师呢 现场就用Mandex 给Mandex开发了一个小程序 这个Mandex的小程序开发 Mandex界面 所以在这里面呢 他几分钟就把这些模块调出来 然后简单的组合一下 编译一下 就把它推送到了Mandex 就发布了 就release到了Mandex 它这一个推送命令就推上去了 最后一个场景呢 是故障预测 故障预测呢 我们用车间的生产轮声 生产轮声里面的车间 车间级的轮声 来进行Mandex fail的衔接 那在这个时候呢 他就可以把这个 生产现场的一些情况 发到我们的这个Mandex fail 我们还可以把设备 机器人产现上面的详细信息 也发到Mandex fail 进行故障的预测 故障的诊断 这个就在Mandex fail里面 做一些数字轮声的报告 相当于数字轮声 就是Mandex fail的发爆机 这样理解是最直观 可能不是太准确 但是这样理解最直观 也就是说 不是单纯的做数据采集 和一些历史记录的评判 来做设备的预测性维修 我们是既有那些 就是像设备采集 设备信息采集 跟这个历史记录的评判 做一些预测 有专家系统 我们还实时的 跟这些数字轮声的状态 有关联的关系 看一个 一所大学的案例 他现在在做一个导航路径的规划 有多少个信息点 然后做一个路径的计算 学生就在老师的指导下 完成了Mandex fail的开发 有供水 供热系统的温度监测 所以他这个是跟楼宇系统连起来 然后是计算机系的学生也可以用 以上就是有关 工业物联网的实讯教室的介绍